金華誠弊案有重大突破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的 50年高中老友大帳房李文宗 遭檢方深壓禁建 同時前台北市兵役局長 負責替威京集團主席沈慶京 牽線穿梭的朱雅虎也被深壓 檢方恐怕認定 金華誠的關鍵金流 流入了木可跟靜總 檢連有講說 總共匯款有9.3億 為什麼李文宗會被深壓 因為那錢一定是 弄到木可去跟軍人總部 所以他的金流小額金管 竟然九成六是現金 拿到新莊總部這不合理 這個錢我認為就是 整金金的錢 李文宗不但是 柯文哲競選總部財務長 還是木可公司實際負責人 眾望基金會董事長 可以說是柯的心腹大帳房 如今遭檢方深壓 讓柯文哲擁有四大小金庫的說法 更添幾分真實性 文宗大長會的角色 環環相扣到 這個所謂跟柯文哲相關的 競選辦公室 木可公安公司 眾望基金會和智庫 而這邊部分的金流 有沒有可能跟所謂的 金華城財團串帳關係 除了緊扣金華城行賄金流 柯文哲台北市長任內的 貼身隨戶陳文中 也被檢方一併約談 過去爆出USB1500審訊金 這究竟代表時間還是金流 將成為全案關鍵 是不是想要釐清關於USB隨身碟 裡面1500 這件事情到底是等於 關於是帳戶還是行程 李文中不只是知道他的行程 也知道跟他可能見過面的人 或是他們曾經做過些什麼事 檢方緊追金華城閉案 如今關鍵的市政 人政幾乎到期 柯文哲的涉態內幕真相即將明朗 記者林俊鋒 蔡秉鴻台北市長報導